现在都看到台湾是值得支持的 台湾是值得扶持的 所以大家现在要陪着台湾往前走 那所以面对中国这几年 这几年这么多的霸凌 这么多的压迫 其实台湾现在 台湾的社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共识 那是什么 我们不要一国两制 对不对 我们拒绝一国两制 大家说对不对 可是尽管 尽管有这样子的声音 这样子的共识 我们社会还是有很多的分歧 还是有很多的碰撞 我过去几个月 走遍了我的社区 我们的选区 我在民生社区的时候 碰到一位阿贝 他远远看到我 看我在拜票 他就朝我这边走过来 我一开始还蛮兴奋的 因为民生社区 有人愿意跟我互动 跟我对话 以为以前长期是一个蓝银的社区 结果他看到我之后 他开始破口大骂 他骂民进党 他骂小英总统 我听他骂 我听他讲 我没有走开 因为我想要知道 他到底在想什么 过了五分之后 五分钟之后 他骂的也差不多 我那时候他的眼眶泛泪 他骂到了他 快流下泪来 我看到的是一个 不是一个在臭骂我的阿贝 我看到的是一个 仍然在乎 仍然关心他的家 然后非常失望的阿贝 他的眼神 我永远不会忘记 就像我到 大直的美梯社区 有位先生 他永远看到我 他也走过来 我以为这次要被骂了 他拿着一个国旗 往我走来 因为他认为 我不会碰 我不会想要碰到 他手上的国旗 对他来说 我们的成功 我们这边 大家一起的成功 对他来说 就是对他的家园的威胁 他的家有可能 因为我们的成功 而不见 他也有亡国的焦虑 我从这两位阿贝 这位阿贝 这位先生眼中看到的是 大家还是保持着希望 大家还是愿意对话 大家还是愿意踏出那一步 跟我们的国人 跟我们的亲人 跟我们的邻居 重新开始那段对话 每一次